在中俄兩國的國歌聲中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 普丁分別從克里姆林宮的會場 大廳兩側走到中央 不但鋪上了紅地毯 還擺放巨大的中俄國旗 盛大的歡迎儀式 猶如巨星登場 習近平到俄羅斯國事訪問第二天 雙邊展開正式會談 除了俄武戰師斡旋之外 跨境貿易結算 主推人民幣引發關注 普丁提出鼓勵俄中 以各自國家貨幣進行互相結算 會後中俄簽署兩份聯合聲明 包括兩國關係進入新時代宣言 以及經濟合作計劃 強調透過和談解決烏克蘭危機 必須遵守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 反對單邊制裁 俄方重申致力盡快重啟和談 始終堅定站在和平一邊 站在對話一邊 站在歷史正確一邊 晚間普丁社國宴招待中方一行人 致此時特地有中文跟習近平干杯 吃完飯台 還親自把人送到門口 再次顯示兩人深厚交情 習近平看似閒聊的一番話 成了西方媒體的焦點 百年變局第一部分 我們共同來推動 而在另一頭 日本手下岸田文雄 搭了十個小時火車 閃電訪問烏克蘭首都基輔 他前往在俄軍佔領期間 發生大屠殺的不查證 向罹難的烏國平民獻花致敬 並與烏國總統澤洛斯基會談 俄羅斯國防部此時派出兩架 通常用於攜帶核武和長城飛彈的 熊式戰略轟炸機 在日本海上空飛行長達7個多小時 雖說是計劃性任務 但顯然針對性很強 記者綜合報導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享有折扣喔